Hello大家好,我是凌云帮,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美白我的牙齿 因为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来讲一下 我个人认为牙齿的口腔健康 大于你的牙齿是不是整齐 其次最后呢,才是牙齿到底白不白的问题 所以呢,你如果想要美白你的牙齿 首先呢,就是确保你有一个很好的口腔健康 在市面上很多美白牙齿的产品,它是有刺激性的 所以呢,你如果牙齿本身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你即使用这些美白产品,你的牙齿也会非常酸痛 也会受不了这个美白牙齿的产品 也发挥不了它最大的效用 好,那么我觉得牙齿变黄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你长期吸烟 第二点呢,就是你非常爱喝红酒、咖啡 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其他的食物也是带颜色的 那么你如果长期饮用这些带颜色的饮品 或者吃这些带颜色的食物 而不去定期去牙医诊所清洁你的牙齿的话 久而久之,这些色素和脏东西就会沉淀在你的牙齿上面 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有不好的口腔健康 所以常年累月这些污垢积攒在你的牙齿上面 你的牙齿就会变黄 下面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如何清洁和美白我的牙齿的 那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清洁我的牙齿 首先呢,就是刷牙 我个人是不是很推荐电动牙刷 也非常火爆,大家都喜欢用电动牙刷 但是我个人来讲呢,我还是更推荐这种软毛的牙刷 它呢叫Soft Bristle Toothbrush 它的毛非常非常的软 所以它并不会对你的牙齿造成很大的损伤 而且当你刷牙的时候呢,是上下这种动作 而不是横着这样刷 这样上下轻轻的刷你的牙齿 这是正确的清洁牙齿的办法 刷完牙之后呢,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时候呢,我推荐大家会用牙线 Dental Floss 进行你牙齿和牙齿之间连接的部位 那么第三步,我刷牙的步骤呢,就是用这个Tone Scraper 因为我们舌头里面也会积攒 也会沉淀很多的污垢 那么这个Tone Scraper非常方便 就是你这样一刮那些脏东西全部都会刮下来 好,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用Mouthwash 就是用漱口水 漱口水市面上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带酒精的 第二种是不含酒精的 这种含酒精的Mouthwash 会给你造成口干的状况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市面上很多不带酒精的Mouthwash 帮助你进一步消除口腔里的这些细菌 让你防止蛀牙,还能让你口气轻轻 好,这个呢,就是简单的一个刷牙步骤 但是呢,像我之前讲的 你每天刷牙其实是不够的 你需要去你的牙医诊所来做一个cleaning 在你洗牙的过程当中呢,牙医就会给你清洁 你这些天天累积在你牙齿的一些污垢 它就会让你的牙齿重新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下面来讲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美白我的牙齿 其实我个人并没有去过专业的诊所来美白我的牙齿 我用过的唯一一个美白的产品呢,就是这个 它就是这个Crest 3D White Strips 它呢,你打开之后,就是贴在你的牙齿上面 然后呢,30分钟之后,你再把这个strip给撕下来 对我个人来讲呢,它是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那个strip它不够长 所以它不会盖住你所有的牙齿 所以它只能美白你看得见的前面这几颗牙齿 我之前看到很多人讲,当它用这个美白牙贴的时候呢 它牙齿非常的酸痛,非常的痛苦 对我来讲呢,我个人没有这样的经历 每个人的牙齿情况也不一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如果用这个非常酸痛的话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口腔健康可能不太好 你的牙齿和牙齦比较脆弱 所以呢,你受不太了这种比较刺激性的美白产品 我个人觉得你并不需要太过频繁的去美白你的牙齿 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你首先 保证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口腔健康 这样呢,你的牙齿的白和漂亮就是从内而外的 嗯,虽然你用一些美白产品的牙齿 如果本身很多蛛牙或者本身上面就有很多污垢的话 我个人觉得那种白也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白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视频 总而言之呢,你如果做到每天认真刷牙,认真floss 然后每年两次定期去牙医那里清洁你的牙齿 这样呢,这些污垢就不会在你的牙齿上去堆积 从而造成你牙齿黄的问题 好,你如果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就请给我点个赞 你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话,就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bye! by bwd6 by bwd6